夫人,大夫说过你身体虚弱,绝不能饮酒的。 给我。 怕什么? 我还能喝死不成。 这皇后亲赐的玉酒,难道就只有她能喝? 我就喝不得吗? 夫人,你不能再喝了。 玉儿,放手。 放手。 你的结局。 李斯缠绵病塌多年,她就是有这样的心,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啊。 这恐怕是个误会。 当然了,朕也没说一定是她。 这只是一个方向。 不如你先回府问一问吧。 倘若真的是她的话, 朕也只能不再追究此事了。 禀娘娘,韩大人府上来人,说是韩夫人不行了。 不行了? 说是喝了毒酒,不行了。 什么? 快请玉玉去韩府。 是。 双骨,你也去。 是。 对不起。 他们后来,留下一 fac见。 对不起。 提四肆。 他们深夜的电影, 闻见完整吧。